就在刚刚K1重量级冠军刘策 远赴日本完成了他首场未免战 这也是在搏击领域继张蕾之后 第二位在大级别获得拳王头衔的 他的对手就是这位来自伊朗 好话不多说 首先先回答你们内心的两个小问题 你的画面怎么这么不清晰 连道带头啊 这样就看 第二怎么不打小本子 小本子啊就没有重量级 还有日本这个K1赛事什么规则呢 那也叫踢拳 他跟打USA有区别啊 没有地面战术 还有一个叫万冠军赛 那是新加坡的啊 好了这回看比赛 刘策是在23年 在K1赛事举行的 乌叉级魔鬼八人战呢 什么来着啊 三个对手全被他TKO 展露了头角 今年三月份获得了金腰带 也是中国重量级首条K1冠军金腰带 他那个伊朗对手萨塔里也不是一般炮 也曾经夺得过头衔 90公斤级对手也非常强壮 赛前很多人都说呀 两回合就能KO对手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吧 他挥击能力很强 锤法控制上也是可以 流测的特点主要还是重拳 这个踢拳尤其重量级 你就不要和小级别比 因为他们显得非常笨拙 还有在防守方面进攻方面 你也不要和职业拳击比 因为他要顾及脚下 一个甲点心一个左摆重 然后第一扫 后手危险 哎呦我去 这个距离没测好 下次注意啊 哎刚才打中一个直拳吧 应该多击打他腹部啊 哎这躲得漂亮 挺好 挺好看的 好飞他 防守做的还不错 好一个前手 感觉对方体力 透支这么快你 爆肝 多打腹部 是有效果的 对推开他 上部平钩 这拳没打中 第二回合 哎呀我去 看咱点KO你 哪个偏力你 他这一共三个回合 每回合三分钟 我感觉第二回合 两位啊 体力就下降很多 尤其对方 好防守 这个节奏啊 就没有第一回合 快了 目前看肯定是刘侧 更具主动拳 打得更好些 对 打他腹部 打腹部很关键 哎有效果吗 有没有效果 顶 低点 别让他摇上 哎好 很明显刘侧比对方 更加主动 哎这拳是互换 这个刘侧是我老乡 东北的 我去被抛杆了 注意啊 被打上老疼了 前手拳打那段手 哎 小伙伴们看明白了吧 那小子没上大 再看一遍 那小子没跟 他防守了 继续压他 左手中 哎 结束了 三回合捡丢了 虽然没有干到对手 但是成功未免 好样的 他回来吃鸡酱啊 下班